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商场无战场 本来就是武器 在这个世界上 懂得灵活变通更重要 林忠硕 其实就是在帮着方力 蚕食我们及格 这一项 只有在证据百分之一百 确凿的时候才有意义 我对她的判断没有问题 她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她的价值观上 职场上 建议她的实现观问题 做事方式问题 林总总 在这个公关行业呢 讲的就是时销性 把我马儿过来 现在距离事情发生已经十几个小时 越快越好 这种事情超过二十四小时 就没有新闻价值 这位是我们这个公关 新任的副总裁林忠硕 专门负责客户的危机公关业务 要以公正正义的这样一个手段 去完成这样一个工作 从公关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希望事情闹大 记住 一上来就道歉 不能为了转人眼球 就去伤害别人 打着真相的幌子 有可能成为伤害别人的利器 不管是作为一个公司企业还是个人 发生一些危机的时候呢 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特殊专业的工业人员 来为你排油解难嘛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喂 你好 基格危机公关部 安排你给所有的员工做危机公关回训 他们可以对警察说实话 但是绝对不能对媒体论说话 许文这个媒体人呢 他就是专攻社会新闻 这已经不是环机航空第一次 因为超手而驱惨乘客 我希望把生活中发生的 最真实的一面介入给公众 只有我们曝光这个事情 才能改变环机航空的服务现状 媒体人嘛是一个非常具有 公众意义的一个职业 所以说呢保持客观性和真实性 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保持中立和客观 我觉得还是把自己隐藏在暗处比较好 两年内也应同能做出影响力 但一定要站在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 其实他们的职业性 就也代表了他们的不同 其实每个行业在遵循着自己工作的本质 我是律师 首先希望您凡事都讲证据 律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 他们的思路都太敏捷了 而且非常的理性淡定 原味 有头脑有智慧的人 走开 很强势很独立 我做律师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喜欢掌握主动权 他有他的职业诉求 但是他有他个人的判断和选择 这是我的决定 而且我不会改变 他时刻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 今天咱们不用碰面了 直接发庭见 然后时刻准备迎接一切未知的到来 打官司的乐趣就是这样 你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反转 我觉得律师跟公关行业就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尽量维护客户的利益 我们只是用有效的方式来去保护客户的利益 但是我们维护的其实是公众利益 是社会利益 虽然这世界有不堪丑陋的余缘 但是我们终究要相信美好会取代丑陋 正也会战争结果 这也是我们作为公关人的基本信任 路要自己走 不管结果如何 对你来说都是一场人生的魔力 就像你一样 我们在这些人生的魔力 怎么能够对我们来说 我们终于所有的东西 在这些人生的魔力 在这些人生的魔力 就像我们人生的魔力 地态 不信任何人生的魔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